简单说就是对满级建筑物进行暂时性的微幅升级 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浮含镜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实装之后为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9月更新的两大重点项目 第一个是超级蓄能 简单说就是对满级建筑物进行暂时性的微幅升级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建筑物 如果你已经升到满级了 可以再透过超级蓄能来进行小幅度的提升 这个动作一样会需要花费资源与占用工人 也能使用建筑工人学徒 经过超级蓄能的建筑在外观上会带着闪电的效果 现在列出来的这些满级建筑物都能在更新后 进行2到3次超级蓄能 但是这2到3次的超级蓄能效果加在一起 也无法抵过正常升级一个等级的落差 所以我刚刚才用微幅升级来形容它 虽然进行了全部超级蓄能的单一座建筑物 并没有获得可观的提升 但是若将全部可以进行超级蓄能的建筑 尤其是防御建筑都完成蓄能的话 对于整体的防御力来说应该还是很有感的 不过因为超级蓄能只能针对等级最高的建筑物 所以一旦建筑物有更高的新等级可以升级的时候 这些已经完成的超级蓄能功能就会全部消失 必须等到我们重新将建筑升到满级后 才能再次开始对它进行超级蓄能 接下来第二个重点是魔法零食 魔法零食会存放在一个独立的界面中 在获得了魔法零食后 必须在24小时内使用 不能累积也不能贩售或是兑换成宝石 它的效果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的话 有点像是迷你魔法物品 一共会有六种魔法零食 这里有全部展示出来 但是就不足一的念过它们的说明了 大家可以自行稍微暂停一下 了解一下它们带来的好处 你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功能 都是和魔法零食雷同的效果 比如提升建筑工人的速度 训练部队的速度 研发科技的速度 或是科技与英雄和战宠的等级提升 甚至能够免费捐兵 刚刚有说了魔法零食是不能累积的 但是它的效果可以叠加 所以最好是拿到就赶紧使用掉 不然过了24小时后它就会消失了 这些美味的魔法零食的取得方式 是来自于几天后会开始的一项神秘特别活动 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更新内容 我们下一次更新快报再见咯 拜拜